大家好,欢迎来到三位书屋,我是志恒,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。 有禅师说过,把握能把握的,放过要放过的,这是人一生的必修功课,特别是到了六十岁的老年人,是时候把没有必要的东西摒弃了,唯有学会舍弃才能有所收获。 所谓有舍有得,就是这个道理。这几样东西,过了六十岁就该丢弃了,越丢弃,日子会越美满。 一,关于年龄这个数字,该丢弃了。 很多老年人到了六十岁之后,会变得格外惶恐,很多事情还没有去亲身实践,就认为自己不行。 实际上,这是他们自己被年龄这个数字框住了。 人过六十,不要太在乎年龄这个东西。 人老了,依然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它只是一个数字,而不是人生的枷锁。 二,没必要的关系,该丢弃了。 现代人总是为了圈子而纠结,认为加入的圈子越多越好,身边的朋友越多越好。 这所谓的朋友圈子真的有意义吗? 有句话说得好,朋友变天下,知己有几人。 我们在江湖当中混了这么多年,结交了无数的朋友,可这当中又有多少人是真心对我们好的呢? 也许这样一想,会变得少之又少。 有些人甚至连真朋友都遇不到。 有研究者认为,普通人身边99%的人脉都是没什么作用的。 唯有身边仅剩下的1%的人,跟我们有着深厚的感情和长久的关系。 就像之前认识的一个长辈,年轻的时候朋友一大堆,但是这几年,他都跟那些不是真正为他好的人断绝了关系。 只留下两三个真正为他好的朋友。 临近退休,或者已经退休的中年人,没必要在乎所谓的感情和关系了。 身边有真心朋友,那我们可以加以珍惜。 可如果身边没有,那就算了吧。 该舍弃的人要舍弃,该疏远的关系要疏离。 远离冰冷却没有感情的圈子,我们的生活质量才会越来越高。 三,不切实际的念头该丢弃了。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不切实际的目标以及想法。 人们对于生活总有一定的期待,只是期待越多,失望就越多。 这些期待和追求基本上是不会实现的。 儿女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,有自己的小孩要养活。 又怎么能把心思完全放在父母的身上呢? 比如,上了年纪的老人,他们会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全心全意照顾自己。 再比如,退休后的老人,他们则希望自己能够过上顺风顺水的生活。 再比如,贪婪的人,他们会希望自己能变得大富大贵,天上掉馅饼。 顺风顺水的生活,那更是一种奢望。 如果每个人都顺风顺水,那每个人岂不是都享福了吗? 如此,又有谁来受苦? 更何来人生的酸甜苦辣一说呢? 在这里,分享给大家一个亲戚家的故事。 二伯今年六十三岁,总喜欢天天管事,时时刻刻把他的子女管得严严实实。 子女做什么事,都得向他父亲汇报。 只要他的父亲对某一件事情不满意,就要好好说教他们。 结果呢,他的子女都很反感二伯,时间长了都不想多跟他讲话。 人老了,子女长大了,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。 我们可以给他们提出意见,供他们参考,但是没必要处处束缚着他们,什么都要管,最后什么也管不了。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? 身为普通人,不要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念头了,日子简简单单就好,生活只要接地气就行了。 其余的一切,不妨交给老天来安排。 人,只要不切实际的念头少了,欲望不再强烈了,那晚年的日子就好过多了。 降低欲望,把握当下,方能拥抱最纯粹的幸福。 四,身上急躁的性情该丢弃了。 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,无数人都陷于盲目求快的状态当中,不是这里急躁,就是那里暴躁,丝毫没有一点静气。 原以为年轻人才会追求快节奏的生活,谁知道,连中年人和老年人的生活状态都被快节奏的生活所影响了。 他们性情急躁,日子越过越觉得不太对劲。 当无数人都追求快的生活时,他们都忘了一点,快到最后,只会让疾病来得更快。 心态变得更糟,日子愈发难过罢了。 有这么一个案例,说的是,一个即将退休的老人,心态比较急躁,日常的生活也没啥静气。 谁知道,过了几个月,就病倒了,身心出现了极大的问题。 人到晚年,要想活得幸福一点,不妨改变身上急躁的性情,以修心养性为主。 静以修身,简以养德,淡薄明智,宁静致远。 所谓一躁世间难事多,一静人间浮起来便是如此。 急躁的人,往往会把坏情绪放大,烦恼人人有,但是每个人处理的方式却不同。 人到中年,活的就是一个心态,笑一笑时年少,扔掉烦恼,就是在收获快乐。 每天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,不仅会给身边的人传来正能量,而且还能保持身体健康。 5. 跟自己无缘的一切该丢弃了。 很喜欢这么一句话,握紧双手,什么都得不到,张开双手,你将拥有全世界。 我们能把握的,一般都是跟我们有缘的人和事,比如,谁跟我们有缘,能赚到多少钱,能碰到什么事,这都受到缘分的质疑。 有些人奔五或者奔六之后,就突然发财了,这是他命中的财源。 有些人退休了,对自己好的人就出现了,这是命中的福源。 有些人遇到了问题,本以为大难一结,谁知道大难不死,这是命中的善缘。 只要是属于我们的一切,皆跟缘分有关,而不属于我们的一切,多半跟我们无缘无分,如此就该放下,逐渐舍弃了。 中年之前,每个人都在做人生的家法,中年之后,每个人都在做人生的减法。 相较于做家法,其实,做减法的人生,才是最为简单,幸福的生活。 与其过着繁琐到极致的艰难日子,不如独享简朴的小时光。 只是很多中年人都不太喜欢做人生的减法,认为减法生活毫无意义。 在他们眼中,无论到了多少岁,生活中的一切肯定是越多越好。 这种多多益善的观念,看似是正确的,可实际上却不完全正确。 试想一下,疾病或者是祸患,难道也要多多益善吗? 所以,一切不该过多,也不该过少,适可而止就好。 真正高质量的生活,跟所谓的多无关,而跟恰好有关。 比如欲望,不能膨胀,也不能没有,维持正常的欲望就可以了。 再比如财富,不要过多,也不要丝毫没有,维持正常的生活就可以了。 人到六时,做个随心随缘之人,珍惜当下所拥有的,舍弃原本不属于自己的,如此便好。 好了,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建议大家,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。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,和志恒相约,每天不见不散。 我们一起成长,一起幸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